传出因为颅内动脉瘤 正在接受手术治疗 这个消息应该怎么看 习近平身体不好这些消息 这两年以来不断传出来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跑去法国访问的时候 媒体就捕捉出来 他走路非常亮呛 不太稳定的画面 华尔街日报还把这个做成头条 告诉大家习近平身体有问题吗 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再讲到最近的时辰的话 刚好十月份 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不是去南巡吗 去参加他父亲习仲勋 一手所吹声的 生俊特别特区 特别计划区 经济特区 成立40周年的 这个纪念会上 他讲话的过程 不断的咳嗽跟喝水 所以大家在想 他精神状况不太好 走路又亮呛 还有最近咳嗽 是不是他健康亮起的红灯呢 但是少奇的地方 在哪里呢 最近中国的这个网络 还有海外联系的网络 都指证立立说 习近平即将中大手术 而且还成立个叫 国家特别维基办 简称叫国维办 然后成员有谁呢 有许其亮 他最重要的嫡系 是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 政治局委员 还有丁薛祥 是中办的主任 也是政治局委员 还有他的胞弟习远平 是现在的中央委员 告诉大家是有这样的状况 结果呢 为了怕的高级黑低级 妄议中央 所以呢 中共官方立刻就公布 习近平哪有问题 昨天才参加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是28号的 然后呢 昨天晚上呢 才跟普丁啊 用视讯 公布这个画面给大家看 但是你不公布 不灭火也就算 第一时间呢 网民就说 那搞不好是先预录好的 就像当初金正恩呢 身影将近三个礼拜 有很多画面呢 可能是假人 不然就是去年的画面 但有趣的地方是啊 为什么这样的健康 会深受影响呢 因为许多 共党的领导人 过去因为健康的问题 我刚才所说的 引发政治斗争 为了要介绍几个个案 第二 聂宁死了之前呢 引发了心风血雨的斗争 史达林跟继诺维也夫 还有托洛斯基呢 去进行呢 这个政治斗争 但其实不是列宁死了 但列宁病危的时候 这些政治布局呢 就已经发生了 第二件事与什么呢 70年代末期 苏共之水衰派 是因为每个领导人 继任的时间都不长 因为呢 平均来讲 都只有一年多 布里斯涅夫去世之后 继任者叫做安德洛比夫 再位一年多 就挂了 安德洛比夫去世多久 去世没多久 又一个年迈的老头 叫契尔年科 短短三年之内呢 三个领导人走了 也告成呢 内部的权变 更不要说呢 毛泽东晚言病危 还有他一去世之后呢 华国锋跟叶剑英啊 就啊 对谁动手 对四人帮动手 所以这种威权国家的状况 同时呢 也把我们前阵说呢 这个金正恩病危的时候 哎呀这个金与镇 他们这到底要干嘛呢 但是对比民主国家 有这样的问题吗 不会的 因为民主国家的接班 或是呢 所有的权力的转移 都有它法定的程序 我举例来讲好 1945年罗斯福 战争还没有结束 死在任内 谁继位 杜鲁门嘛 1963年的甘乃迪啊 在德州被人家暗杀 直接占身继位 喜欢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呢 健康固然重要 但是呢 为什么不像啊 威权国家这么敏感 或是呢 这么引发关注 特别是习近平 最近呢 身体健康亮红灯之外呢 内部的 更自动争的传闻呢 始终没有减少 再加上呢 他不断地扩全的结果 所以使得呢 习近平的举手投足 或是一评一笑之间呢 都会成为全世界媒体 甚至呢 中国艺人士呢 拿来放大的 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啦 好 联系到美国纽约 给知名的政治评论家 破空老师 破老师 推特盛传 习近平因为颅内动脉瘤 即将动手术 而且事态呢 严重非常关键 已经成立 国家特别危机办公室 真的吗 现在是有这个传言 是在网络上 在国内外有这个传言 说习近平要动大手术 这个大手术说是他的头脑 要动这个脑血管流的这个手术 然后为了这个手术呢 说成立这个紧急的危机小组 所以有三个人组成了危机小组 一个是丁薛祥 是中央办公室主任 是他的亲信和心腹 再也是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就第一副主席 表示要接管军权的意思 那么这个是有这个传言 那么因为习近平呢 不光是去年在法国访问的时候 走路不稳 让人觉得他可能有心血管疾病 有点像类似北朝鲜 金针那种问题 其实最近他也是有显示 出状况 就在12月4号 他出席了一个会议 他去接见这个军队 造他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他跟一班高干进去 接见这些军头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呼吁在 他的全景是一个远景 然后走近景就是个半身 但是我当时做了独家报道 我说习近平走路不正常 他进场的时候 那个全景呢 他的左脚是有点拖着在走 一缺一管 就是上下颠簸 这样行走很不稳 之后呢 走进来就是半身 但是半身的时候 仍然看着他的左右肩在摇动 人体身体不稳 而且表情很严肃 之后呢 就放他坐下来的镜头 跟这些所谓军头 在合影照相 照相的时候呢 这个弹灯没有动 所以就没有看出 他更多的动静 所以当时在12月4号 我就做了独家评论 我说习近平脚疾又重发 那么所以跟最近呢 传出他身体不好也有关 那么在这里 看到他会议上 特别是24号、24号、5号 所谓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他的表情既严肃 而且呢 是很愁容满面 显得很不正常 也许身体状况出了问题 是 这是中共的副总理刘鹤 在发言时坚持不脱口罩 他的一个身体状况 我想请教 中共最近对阿里巴巴 马云的大动作 这个邦老师 你的解读是什么 关于阿里巴巴和马云集团 就是马云所创立的这个公司 现在中共的大动作 就是要吃掉阿里巴巴 就是要接管这个马云集团 实际上是恐吓马云 马云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现身了 马云在10月份出席了一个所谓上海论坛 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番他自己的言论 说中国没有金融风险 因为根本就没有系统风险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系统 还说要把这个创新的风险降到 一个等于说没有创新 所以他这番话得罪了习近平当局 一方面习近平现在缺钱 因为贸易战 因为外资撤离 现在是缺钱要准备打仗 另一方面他本身就是要走回头路 走毛泽东那一套所谓土改 去吞浇别人的土地 现在中共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 搞市场经济发展了很多私营企业 现在他们不干了 他们要把这个以反垄断为民去收私营企业 所以这次针对蚂蚁公司 不仅叫停上市 而且派了调查组进入阿里巴巴 他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爬平蚂蚁 是整垮阿里巴巴 他是要辞掉阿里巴巴和蚂蚁 不过现在马云的下落不明 因为马云的背后有七大家族 七大政治老人 有前总书记江志明 前总理温家宝 还有前面的政治局常委刘宁山和何国强 还有前面的政治局委员 曾培燕等等 他背后的七大家族 也跟习近平构成了高层的权力斗争 是政治老人中的反习势力 所以围绕着阿里巴巴 马云集团和马云的话 这也是习近平 习阵营跟反习阵营的一个较量 不过马云的前景可能不妙 因为既然几个富豪都已经狼当入狱 那么马云现在消失了将近两个月 他的下落可能沉溺 而且至少他已经被边控被转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